在婆家坐月子,瘦得皮包骨,欢喜在娘家坐月子,生活轻松,心情舒畅,女儿一样的白白胖胖,机灵爱笑,惹人疼,活泼好动,可爱奇愣。 今天是康城放宝的日子,欢喜对他很有信心,得知康城没通过考试,欢喜心里咯噔,但立马安慰他,律师执照本来就很难考啊,没几个人能一次考过的,多考几次很正常啊,下面也安慰,不要急。 康城垂头丧气,不知道怎么回家跟母亲交代,同时也觉得对不住欢喜,欢喜怀孕期间,康城一直在备考,对欢喜母子没有尽到责任,结果考试还失败了,他很愧疚。 欢喜开解康城还表示要带宝宝跟他回家,婆婆看在宝宝的面上就不会为难康城了。 欢喜每个字暖进康城心里,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力量。 康城坦言要自己一个人回家,面对冷芙蓉的怒吼,因为他怕母亲发癫,殃及欢喜,更不想妻子回去,当母亲的出气包。 天色还早,康城来学校逛了几圈,康镇生跟来足球场,喊康城一起踢足球,不断进球,心里的郁闷排浅殆尽,康镇一生轻松,康镇生不放过任何跟儿子独处的机会,他把手机号输给康城,要跟康城做好朋友。 一定记得联系我,希望咱们能成功梦颜之交。 直到康城没通过司法考试,康镇生安慰可以下次再考,现在毕业了,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考。 康城不喜欢学法律,但为了母亲的愿望,他表示还会坚持。 所以我说嘛,要怪就怪那个该死的欢喜。 冷芙蓉做了一桌子好菜,庆祝而自,通过了司法考试,即将成为金牌大理师。 康镇一句我没考上,差点把他吓晕。 缓过劲了,冷芙蓉暴露恶毒嘴恋,猫头直指欢喜,骂他害人惊,扫把心。 所以我说嘛,要怪就怪那个该死的欢喜。 恶婆婆把康城考试没通过的责任全退欢喜头上,怪康城接受了欢喜。 在他眼里,欢喜就是个脱油瓶,是包袱式累赘,是康城事业进步的绊脚石。 一年以来的怨气攒到顶峰,康城早就看不惯冷芙蓉,你有事就拿欢喜出气。 他怨冷芙蓉没有善待欢喜,如果家里和谐,自己怎么会分心。 他不准冷芙蓉再虐待欢喜,冷芙蓉又发颠,一边捶一边骂。 康城不认错,气得他差点晕厥,孔思海把他扶上沙发,冷芙蓉哭嘰嘰,康城怒吼,我的未来不用你担心。 冷芙蓉接受不了气的鼻涕眼泪全出来了,康城再次声明,如果冷芙蓉再欺负欢喜,就断绝母子关系。 冷芙蓉哪里受得了这个,脑袋像蛤蟆一样奔上卧室。 担心康城回家挨骂,欢喜成眉苦恋,白上午安慰,这未必是件坏事。 康城落榜正好杀杀冷芙蓉的威风,省得他不把欢喜当人看。 饭桌上白上午乱点鸐鸯苦,正被撮合英雄跟松乐乐,全家反对。 他以为大家嫌英雄是小宝安。 你别看他现在是个小宝安,这孩子将来绝对能干大事。 英雄被父亲往别人身边推,目洗,醋一大发。 遇到苏乐乐,白上午向他推荐英雄,看出苏乐乐对鸐鸯有意思。 他让苏乐乐去宝安市找,英雄目睹只叫晦气,从此他每时每刻都在躲苏乐乐。 换上巴宝丽,即反戏黑丝,戴上香奈儿耳钉,水喜要去试戏打败来抢戏的小明星。 毕竟合同都签了,半路杀出个成咬金,水喜可不服气。 这合同我都签了,还有人出来拦截,真是莫名其妙。 成熟号泼冷水让他放弃,他不抗抗水喜,也怕水喜去了被欺负。 人家小明星好歹演过戏,你是做主持的出身不懂这些,也不知道怎么叫演戏。 水喜不答应,做他乌龟他可做不来。 成熟号满脸失望,一言不发,水喜解释,彩虹姐就在楼下等他,如果今天不去就真的算弃全了。 他们才不会等我呢,他们八度不去。 成熟号问他,水喜要试多久,水喜不是导演,不是制片,他也不知道,大概几个小时吧。 成熟号一脸不高兴,水喜无奈,要他当自己的经济人他又不肯,现在要去工作,他又摆个臭脸。 成熟号坦言,怕他去搞不定,水喜一点也不怕,兼行自己有狗水印。 一出门前,成熟号再三反问水喜是否忘记了什么,水喜亲了他一口,瞬间觉得信心百倍,扭头就出了门,成熟号失落至己,因为水喜忘了今天是他的生日。 小明星叫飞飞故意来抢水喜的女一号,水喜堵车姗姗来迟,导演站起来给两人做介绍。 这位就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,来水喜。 飞飞不拿正眼看水喜。 抱歉,我对主持人的人不适。 水喜不甘示弱,嘲讽他18线还想耍大牌。 事国戏签了合同,现在又被喊来试戏,水喜问导演和制片为什么。 那她试了吗? 来摆什么来着? 老脸,制片人都是我的门人,我是来看他们的。 飞飞阴阳怪气,嘲笑水喜新人出道这么嚣张。 我在,没有压力。 只有动力和实力,是就是,谁怕谁。 小虹姐哼了她一句,就带水喜去试戏。 没人知道临时让水喜试戏,是韩芷琳故意试坏。 导演是她的朋友,制片人是她的同学,时时半子就说句话的事。 韩芷琳让制片人11点以后再放水喜。 飞飞这么嚣张就是仗了导演和制片的事, 却不知水喜有大明星陆安迪保驾护航, 谁都抢不走女一号。 对不起。